很多人常常在留言處提到啊 就是在訓練當中常常會不小心就開始心率很高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導致他可能會沒有辦法繼續訓練下去 那為什麼跑步到後段會開始心率提高呢? 其實大部分心率提高的原因啊 是因為你在跑步訓練一段時間之後 你的身體會從有氧進入無氧的狀態 那通常在這個時候你的身體是會開始疲勞度見真 而且身體喘度各方面都開始提升 在這樣的情況下你的身體機能就從有氧轉變成無氧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你必須要去調整你的配速 甚至是放鬆你的動作 才有辦法讓你繼續維持在這樣的強度之下 否則你可能在跑步經過了再過一段時間之後 你的身體就會完全進入無氧狀態 那在進入無氧狀態之後啊 你的身體的各方面不管是配速啊 或者是你的身體能力 你的各方面都會變得非常非常的喘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的維持原本配速能力就會開始下降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建議大家 如果你已經變得很喘的情況 就去調整呼吸 不要讓你維持在很喘的這樣的行為 否則你在撐不久之後 你的身體各方面 就會維持不住現在的狀況 你可能會因此完成不了你原本設定的距離 好啦 所以建議大家一定要調降呼吸 再開始跑步 我們接下來要回答大家的第二個問題呢 就是很多人提到啊 他常常在運動一段時間之後 開始會覺得身體 為什麼有點像 跑三公里之後 腳就開始很僵硬 然後開始覺得他的身體 各方面已經覺得 好累 然後已經跑到 有點跑不動這種感覺 那通常這樣的情況下啊 是因為他的身體呢 有點進入一個叫養殘的情況 在熱身不足的情況下 很容易因為你的各方面 肌肉溫度都還沒有提升 導致你在實際開始運動之後 這個時候你的身體啊 會有一個代償情況 你的肌肉就會覺得好硬 然後有點動不開的感覺 會覺得腳好像很痠 然後有點跑不動 沒力沒力的 通常是因為熱身不足的狀態 才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所以建議大家就是你要在運動前 把你的熱身階段 的環節做得確實一點 才可以比人家的情況發生啊 我要回到下一個問題呢 就是有人常提到 配速不準 到底該怎麼辦 但配速這件事情啊 我覺得這是一個 就... 欸! SORRY!你還好嗎? 蛤? 我沒事啊 我們繼續拍 我們繼續拍 走吧 有人問到啊 在跑步當中 呼吸到底該怎麼做 但跑到很喘的時候 你的呼吸啊 他一定會變得有點... 擠觸 然後讓你跟你的 節奏有點混搭 所以大家覺得 跑步的時候 你一定要去調整你的呼吸狀態 就是跟著你的跑步 節奏一起 你可以這樣幾兩三四小時 你要跟著你的跑步 節奏好 就可以讓你的呼吸 節奏比較順暢 那輪子的跑步 很順暢 會很順暢 稍微的把你的呼吸調降 然後讓你的呼吸 節奏放鬆 可以讓你的 非常好 節奏 做調整 現在這樣就會 會好 氣象就會好 非常好 好 來到今天 今天就是 來 遊樂園 回答有問題 可以來遊樂園 回答大家的問題 回答大家問題的影片 如果大家會喜歡 這邊可以點我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